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蠻喜歡51的 非常感謝Gordon跟 老校 非常感謝Gordon跟老校 就是來協助來做這個 伊農的部分 因為其實這個的實用性 真的我個人認為算超大的 那這是一個 Markup 更明顯的畫面 就是實際上就是可以讓 想要投的農民 他可以上傳一些 指定的圖片 讓整段鑑定的人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 就是因為很多農民在拍的時候 他可能只是隨機的拍某些畫面 可是這個的話可以引導他們去拍 到底整段鑑定的人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畫面 就像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咳嗽他不會想要看你的腳趾頭 的那種概念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一些什麼作物名稱 相關的田地地址 因為實際上台灣的作物有三百多種以上 所以基本上他的栽培地區 栽培面積或是說你之前種了什麼東西 還有就是 你到底種了多久了 這東西發病多久了 實際上這些全部都是關鍵 包括後面以後可能會加的氣象 這些全部都是 你到底這個田地裡面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關鍵 然後還有就是像一些 希望他們田的 譬如說他前期有沒有用藥 實際上並不是發病 是因為你用藥過度 或是說因為你肥加太多 然後導致他很容易發病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以及他們的一些古蹤說明 那為了應用再說 有一些人其實並不喜歡 田那麼多標格 所以說 往後後面也可能會有 就是以錄影或錄影的方式 讓這一些 就是投建的人 他們可以更方便的去投出 他們要的資料 然後就是一些補充的內容 還有就是之後可能也會跟 地圖做合作一機 後面那個超夢运會有一個 第二部分是跟疫情的 管理有關係 可能會跟這個做組合合併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們一些使用者的相關資料 並且以他們所填的地區 或他所住的地區 去推薦 最近他們可以去找個單位 或者說他如果覺得不滿意的話 他想去找 他想指定的單位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有效的去分散掉 就是不會把某些案件 完全集中在某一個單位裡面的 這種業務爆量的情形 好 好 謝謝 謝謝